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师还有一个挺有意思的事 后来就开始打坐修行吧 就开始结识一群朋友 突然间发现一群朋友都是在2008年开始 结识的一群朋友 我看您的书也是寝在2008年 是不是那一年的厂能有什么特殊的事啊 或者怎么样的宇宙厂能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我发现我这些朋友呢 尤其是女的 他生完小孩之后 你在跟他谈论一些问题的时候 那个境界极高 就是担当孩子的教育 就简直就是一个光化 就是那个无瑕疵 所以我就觉得说 是不是他们的孩子带了一个巨大能量 或者说他们曾经因为生孩子的这个原因 才有了一个回归原点的一个这样的机会 但是我感觉这是你的角度 我的角度 因为我没有这样想过 到这么多年我最关注的 我唯一关注的年份是2012年 剩下的没关注过 所以我不知道那个你说的什么几几年 2008年 2008年 我甚至不知道我的书是写在那一年的 所以我只是随缘做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你去看看吧 也许吧 但是其他年份呢 对我的影响的触动一点也不大 所以我没有关注过任何年份 只有2012年对我的影响是最大的 所以我关注了他 而且做了一些事在这里 可以说长到今天为止 唯一关注的年份就是2012年 其他说女性受了孩子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对我也不是很明显 那个生孩子没生孩子 对我印象没有不大 这生了孩子 我有了更多的责任 更多的 世界上更少了 好像就觉得我要 我要做 要像个妈妈一样去教育她们 还要就是抚养她们等等 就更麻了 就是这样 剩下的我觉得在心情上的 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 但是我觉得唯一的就是怀孕的时候 对我还是有缘怀孕的时候 有一些帮助吧 就是因为怀孕的时候 我是可以跟胎儿交流的 就是她是心里的一些沟通 就是包括十个月的度里 就是到后期 后期到我几个五六个月以后 我可以跟他们交流 但是这种交流 我甚至可以跟他们聊佛学的东西 就是这个是有一些 对我是有些触动的 就是有些他们会 他们处在一种胎里边那种角度 来回答我的问题的话 我会问一些问题的跟他们 然后对我是有些触动 对人道的一些解脱会有帮助 但我觉得那个也来自于就是你的孩子 他投胎的那个东西 还是谁在投胎或者什么 我觉得就关系 所以我在 我为什么在 我在胎里边会把他当成朋友 就是他们来临 就是只是借我的身体来临 就是我不管他们精神在这个世界上混得怎么样 我不会很灾 我那是他们的使命 他们的缘分 来这个世界 和这个世界有缘 我告诉他们 你们借我的身体来临 我很欢迎 那么因为我很尊重 到一个孩子进入我的身体的时候 投胎的时候 我是抱着很尊重他的角度 甚至我都觉得是前辈了 我都觉得你来了 很好欢迎你啊 你来了 怎么样怎么样 这个世界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猛 现在 目前我会他汇报 目前的空气是什么样的 是什么样的 气候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而且这个世界会变成什么样 未来 我已经很努力了 现在汇报还没有 还没圆满 我觉得不管你从休息还是入室 都会是一个障碍 都会有很大的碰撞的磨砂 将来出胎 他们在胎里会不迷的 一出胎 我觉得就迷了 一出胎以后 我觉得迷失是 进入一岁以后 就开始就是 就是这个意识 我们交流就开始困难了 他就不会清晰的回答我的问题 就是心神啊 不会提议 但是在这之前 在胎里边 我跟他们交流 就完全是按他投胎 那个角度来交流的 没有任何障碍 没有任何障碍 而且 纯粹是两个聊好朋友 就那样每天在聊天 所以我会 就是聊天 大家是会谈论一些 其他的问题 他们在练功 他们也有练功 嗯 就是那样 就是大家在聊些事情嘛 聊些他也会对我的休息 提出一些看法 然后呢 就是有一事以后 我的聊天就越来越少了 我也不太看出他们 也不是说我看了 只是他们有他们的事情 就他们会迷失 迷失这样的未来 至于他们想怎么样 在他们没有自己开悟之前 我会尽作为一个母亲的角度 来帮助他们 在这个世界 完成他们要干的事 我只是作为一个母亲的角度 去帮助他们 所以有时候我帮助我的孩子 我觉得也是帮助一位众生 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 就是觉得 嗯 因为别人不太了解他们 所以我去 而且他们来到人世界 一生的习气 一生的也是乱乱散散的 一生的习气 一生的毛病 或者是在别人眼里 他们又说 但是我是他的妈妈 但不是因为我是他妈妈 所以我知道他是谁 我知道他从哪来的 所以我知道他要干什么 当我了解这一切的时候 我只是尽全力帮助他 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 未来想做的事 就像别人来帮助我一样 是一样的 嗯 就是说老师 他们是说 都是带有所说的带有使命 是真实的 原来我会觉得说 是的 就是当投胎的时候 有些孩子是知道的 但是在胎一般 我不知道 我觉得隐人而已吧 因为我是从我的孩子身上 看到了这些东西 从他投胎那个境界 包括他在我肚子 因为他是真的在我肚子里的时候 我们的交流 包括到生下来一岁以前的 到四五个月我们的交流 一点障碍也没有 就是甚至他说话跟成人是一样的 就是那种心意识 就是心灵的心灵的那个 他完全说的就是就是在 比如说在孩子四五个月的时候 跟他们的交流 完全可以学说佛法的东西 就是看佛学的东西 但是到一岁以后我觉得 开始若有作物这个这个心情上 这个沟通越来越难 就是觉得有些东西蒙蔽了他们 蒙蔽了蒙蔽了 就是就就开始 嗯 就那样 但后来因为我也一直在闭关了 后来就 其实也不再跟他们太多交流 就是后来现在我几个小朋友交流 但是最多的就是在胎里面 因为当时我很辛苦 也也 但是他们竟然会鼓励我 在胎里面说你要怎么样 怎么样坚强一点 怎么说也会做哎 大家都会开开玩笑啦 说哎就是这样咯 就是说开开玩笑 说这个世界不容易嘛 是吧 就是大家共同努力吧 就是每个人就是怎么样 就是大家都是都是过来的嘛 都是这样子嘛 就一起去不管做什么 我就告诉他们有很多难处 就算你们是你们来到这个世界上 可能我只是把你们带过来 抚养你们的任务可能我都达不到 都这样子跟他说 我说我只是把你们带进这个世界 那可能将来我还需要闭关 甚至我没有时间抚养你们 可能你们会要跟着姥姥走 或者跟他们都没问题啊 都很多意思 我说如果不愿意现在走回来 直接告别 现在我可以留下来这么多 我说我们有很多方法的 现在他们说想来就来了嘛 都是商量着嘛 他们还是愿意留下来 送这个苦难那就送呗 有的也许跟姥姥也有缘嘛 就是这样子嘛 我是一个稍稍有点特殊 有些东西我觉得很活的 你说这样也没什么活的 就这样吧 你们看见哭也罢也罢也罢 自己去慢慢的就这么走 就这么走 那比如说像孩子脱胎的那一瞬间 您是知道的 刚开始不知道 因为其实好多东西 不是你不愿意去知道 不是说你不能知道 是我根本就懒得去查 就是没有 就是那种意思 所以一定要去追什么 去看什么 你有那个能力 但不见得你去做 只是在后边 孩子遇到问题了 那我去要追他的事 是是是是我要去解决他 到底想干什么 我去 我一看很多 就就一个一个翻呗 那出他的一直到我投胎了 如果没有问题 我都懒得看 不就是个幻想吗 来这个世界的 也就就没有太多 其实好多东西 我现在 因为我只是觉得它不重要 它对我们的开悟 和生命都不重要 我就懒得去看 如果是全力去看查 也是可以 这次世界上 是我们的连接 发生了 是我们的连接 为什么 我们的连接 我们的连接 看 有机会 是我们的连接 对我们的连接 和我们的连接 我们的连接 那一段时间 它是不够的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